逆經故事鎮掛初九 北齊聞孫帝酒精中毒偉大業 初九鎮來喀喀喀喀吉 鎮是與他的神格幻化景象 引心振動 來物子成熟 引心前眉收割 鎮老虎伸出爪絲襲 鎮鎮是經巨顧慮不安 後路上遭絲線前觸引心落後 笑狗食草的樣子 言講話可以作暗肯定 鎮四面都是出口 引心難以分辨 鎮鎮是學習講話 鎮以肉祭字象徵吉祥 意思就是突然而來的震動 導致經巨顧慮不安 學會怎樣應對是吉祥的 北齊文宣帝高揚 可以解這隻鎬的鎬耳 高揚自子鎮 526年到559年11月25日 渤海郡修縣人 高歡的媽媽 韓祺基 是高樹新的政室 高歡出世沒多久之後去世 高樹新把高歡交給高歡的姐姐 和姐夫撫養長大 高氏家圖四壁 高歡的妻子 雷昭君和家人都沒有生計 為生活擔憂 北齊下文帝政國五年524年 陸鎮之年爆發 高歡先後投靠道樂洲 郭榮 後來投奔以朱榮 高歡妻子 雷昭君懷人那陣 每晚都在紅江籠罩居濕 雷昭君感到其意 北齊校長二年 526年 雷昭君在晉陽 生了高羊 高羊還未學會說話 就說得出得末兩個字 雷昭君和他身邊的人都很怕 說不出東西來 高羊小時候 皮貌不揚 沉密寡言 經常被兄弟嘲笑或惹怒 建議元年528年 高歡向以朱榮提出清君則 討伐胡太后親信 鄭嚴徹 何欽之變之後 以朱榮掌握朝政 高歡被封為晉州刺史 永熙三年534年 高歡做東藝成相 他想測試幾個兒子的智力 幾個兒子都發上一堆亂麻 讓他們盡快理清 大仔高情 一斤一斤地抽 越抽越亂 細仔將亂麻分成兩半之後再分開 高羊拿出快刀 幾刀蓋下去 再離出柳柳的亂麻 受到高歡誇讚 東藝孝靖帝天平二年 五三五年 高羊行鑽門任入市 大省企常事 標企大將軍等職 東藝孝靖帝武定元年 五四三年 高羊家時鐘 第二年 千璽尚書佐博役 領軍將軍 武定五年 五四七年精月 高歡去世 大丞相高程接手朝政 高羊被受為上書令 中書監 京畿大東都 高程高羊兄弟 牢牢把握著東藝政權 武定七年 五四九年 高程計劃奪取東藝政權 在葉成家裏面 被廚子蘭京暗殺刺死了 年僅二十九歲 事出創絕 朝中一片混亂 二十三歲高羊挺身而出 高氏神寮 對他基本上心存輕視 高羊在平叛時臨危不亂 鎮定鬆容 所有一系列的政治措置 令到輕視他的神寮大吃一驚 高羊雷厲風行 親自指揮衛隊 搜捕刺客 另一方面親理朝政 大小軍事之事 頂緣有罪 混亂政局 好法得多控制 危效靖帝元善見 封高羊為丞相齊王 高羊氣息才具 不在高程之下 忍辱負仲 偷光養顧等政治性格 明顯強過高程 武定八年 五五零年五月 高羊一到業成 派師傭潘諾 時鐘張亮 王門侍郎 趙艷辛等人 去見孝靖帝 以為遵循天意 廣校謠信 禪惠被齊王 楊欽將早已已好的 禪惠祭書遞賞 筆毅孝靖帝 含淚在祭司上簽名 同奔妃告別之後 被趕出皇宮 高羊登基 視為民宣帝 年號添寶 十月 民宣帝入進陽宮 在內殿朝見皇太后 一併赦免併州太原郡 進陽縣 尚國府四獄囚犯 民宣帝職王為了消息 十一月傳到西藝 宇文泰 宇文泰親出大軍東進 試探民宣帝 是否像高歡般搖勇善戰 西藝大軍一直推進到建州 民宣帝為了顯示實力和才能 曾經糾合綠洲鮮卑 讓人規模龐大軍事演習 漫山遍野 刀槍臨立 五星圈天 宇文泰不由感嘆萬分 高歡沒有死 講完之後 急忙辦事 填寶三年 五二年正月 民宣帝趁著北角風洞 不移師戰 趁術北齊軍隊 用兵赴莫齊 代軍之戰入面 北齊軍大獲全勝 僅是伸促 又富豪了十幾萬頭 天保四年 五五三年十月 民宣帝在佛蝕丹 親御山嶺為士卒先 路頭坦薄 昼夜不適 行遷如離 為食欲飲水 葬氣離禮 民宣帝身先士卒鼓舞之下 同蝕丹之戰 一直打到渤海邊 先至明金收兵 俘虜是足十萬 不倒伸出十幾萬頭 民宣帝大勝蝕丹之後 協士氣高漲 連續作戰 用特襲方式 向北用兵突厥 乘對手 武備顧攀 直追到蘇州之北 逼送上寒書送表 光彩霸息 天保五年 五五四年正月 民宣帝再親叔兵勇 不上討佛山湖 山湖一戰即繪 被斬首萬幾眾 遠近山湖 莫不攝伏 望風而降 三月 如如鞍羅臣步 反叛不齊 民宣帝率軍平叛 大破其報 四月 如如軍自四周以西 進擊不齊 北境 民宣帝率軍自進陽反擊如如 如如兵敗 去到恆州 黃瓜堆大戰 不齊掩殺如如二十幾里 屍還騙野 俘虜時足三萬幾人 鞍羅臣妻兒 亦都不能夠幸免 天保六年 五五五年三月 不齊再討佛 屢戰屢敗的如如 在其連池大破其軍 醉染直到懷蘇 旭野 呼二萬 獲得生出十幾萬 天保三年 五二年以後 民宣帝不激 庫莫系 東北俗涉丹 西北破猶延 西平山湖 南取淮南 勢力一直延伸到長江邊 不齊角力 達到鼎盛 不齊農業 鹽鐵業 瓷器製造業都相當發達 不齊 陳 北周 鼎那三個國家之中 不齊最富庶 民選帝在為初期 勵精圖治 勵行改革 勸龍興學 建制律令 重用楊欽等人才 並省周縣 減少勇官 嚴禁貪污 注重肅稱勵治 手足不齊長城四千里 設定邊鎮二十五所 屢次擊敗猶然 突厥蝕 出京南梁 托地在淮南 徵伐四黑 威震容下 頭杯而西人證據 赴甲而不回京方 可有聖主棄範 被突厥可汗稱為英雄天主 成為一代英主 四輪安定大權統攝 文選帝二次開始鬆弛 由勤勉走向荒人暴躍 興建高台那一陣 單獨爬上最高的地方 居民見到都膽跳心驚 儘管只在寒東 文選帝經常在街道裸露身體 還經常塗脂抹粉 穿女性的衣服 在大街上招搖過市 文選帝招立一大批婦女進攻 被自己和親信日夜放縱 文選帝一個非常可愛的蝕棍 容貌傾國知識萬千 文選帝和他如交如漆 整日私手 有一日文選帝喝到大醉 想起蝕棍和超母和高岳 有曖昧關係 妒忌心大發 抽出匕首殺了蝕棍 將師弟喘入懷裏 醉紛紛地找人喝酒 走過三巡 文選帝在懷裏面挖出屍體 若無其事的肢解 將蝕骨造成一個琵琶 自彈自唱 在座的人毛骨悚然 前身戰鬱 文選帝整日沉溺走息 呂泰很生氣 又一次拿起手仗 朝著文選帝打去 大罵 為何英雄父親會生出這樣的兒子 文選帝滿嘴酒氣 豪骨示弱 你這老太婆還敢罵我 我就讓你嫁給胡仁去做老婆 女太后氣到暈了 文選帝立為清醒之後 想哄回媽媽開心 將雷太后坐的小床高高舉起 小財重心不穩 淑上了雷太后 文選帝完船酒醒之後 發現鑄成大瘦 痛邊自己 下決心戒酒 最後都是無法戒戒的 危險文帝托白雲真宣 彭城王元少兒子元朝 貫徹錶記大將軍 開虎兒童三師 尚書又博役 添補十年 五九年 文選帝忽然之間問元朝 漢朝江武帝 為何能實現中興大業呢 元朝這樣回答 是因為武裝聖樓的殺盡 文選帝認為 不藝王族元朝是隱患 五月攜末日 七月十七日 下令誅殺此平公 元世道等二十五家 元條等其餘十九家 元毅宗室被囚禁 元條被囚禁在地牢 冠絕飲食 餓到吞食衣咒 最終餓死 文選帝下召 將前朝宗室全部殺死 殺害七百二十一人 嬰兒都不放過 降仲士兵 用長矛將嬰兒挑起 拋向胸中作落 元氏屍體全部丟進漿河 漿河兩岸捕餘的人 看雨時經常發現 漁服裏面殘留人的腳趾甲 漿河兩岸居民 互心到很久都不敢吃魚 文選帝過於走息 保持身體虛規 精神出了嚴重問題 動下就見到死去的鬼魂 或者產生奇怪幻聽 脾氣變得愈來愈暴躁 有些不喜歡就動蝶殺人 文選帝長期酒精中毒 無法止正常吃飯 只能夠依靠不停灌酒 來惡性循環 天保十年五九年十月及五日 即十一月二十五日報亡 時年三十四歲 同年十一月 文選帝子宮回到京師業成 十二月份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五六零年二月 葬在武寧寧 事約文選皇帝廟號威中 武平初年 改秀號為文選廟號顯祖 武寧寧位於河北省 自願城關鎮前灣張村 墓高三十米直徑150米 墓長五十二米深十二米 1989年 慈願灣張村包陽墓出土 長三十七米最深的地方八米 墓道呈邪波狀 墓道兩側和底部地面都採取圖案 面積大約三百二十平方米 避免採蓮花和前支花位 組成圖案 東西兩壁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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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 東西兩壁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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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